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俄罗斯显然不打算放任,即至28日,俄法院已经批捕引发克斥海峡冲突的全部24名乌克兰军人,急压期见两个月,基辅政府29日大声向西方求援,总统波罗申科通过德国媒体邀请北约军舰进入亚洲海,乌海军司令则表示将请求土耳其禁止俄军舰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而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俄方已经封锁了亚洲海乌克兰港口,有35艘船只因俄方封锁出现滞留,波罗申科呼吁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两周,等乌克兰人握紧武器,准备战斗,并承诺俄军地面进攻乌克兰之日,就是军人掌公司之时。 而克里姆林宫29日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总统普京仍将与本周六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克斥海峡冲突无疑将成为G20峰会上又一个焦点话题。 西方媒体29日纷纷浅得俄罗斯、华尔街日报29日趁俄袭击乌海军舰艇,表明克里姆林宫已准备好揭开冲突的面上,这次侵略突显俄罗斯想用海军力量封锁商贸路线。 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应该将对基辅的军事援助范围扩大到陆基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以应对俄罗斯在各条战线上的袭击。 默克尔29日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商业峰会上表示,他正在敦促俄方释放扣押的三艘乌克兰船之河船员,并计划在本周末的G20峰会上向普京施压,但默克尔同时表示,他并不准备放弃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极二天然气管道计划。 28日,波罗申科还呼吁欧盟加强对俄制裁,以致止俄对亚洲海和克施海峡的普佛式吞并。 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发表声明称,欧盟正密切关注克施海峡局势,充分准备与国际伙伴协调并采取行动,但该声明并没有关于对俄实施新制裁的内容。 据美国纽约邮报29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支持德国总理参与调解德国之间的克施海峡冲突,他同时希望法国也参与冲突调解。 特朗普还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埃尔多安29日证实,他正在与各方讨论,由安卡拉充当克施海峡冲突调停方的可能性。 28日,埃尔多安已分别与普京、特朗普和波罗申科通的电话。 埃尔多安称,将与各国领导人在阿根廷G20峰会上继续讨论此事。 环球时报驻乌克兰特派记者,谭武军柳玉鹏,AD-SAVE-AT-PLOS-7000531